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地时间三十一号出席布查屠杀纪念仪式 列席的还有斯洛伐克 摩尔多瓦 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埃西亚四国领袖 四国领袖在场表态力挺乌克兰 并和泽伦斯基一起向布查证的死难者致意 场面肃目 布查证明也在现场点燃蜡烛 不分男女老幼 向一年前不幸丧命的同胞致哀 布查证如今可说是百废待举的状态 证明尽管打起精神 努力重建 战火造成的创伤依然留在心里 而在乌克兰纪念布查惨案之际 访问中国的西班牙总理桑杰氏也表示 鼓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泽伦斯基直接对谈 以了解乌克兰当局的和平方案 协助终止这场侵略战争 华氏新闻陈刚斌